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佈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我是noret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4點05分 那我們就來錄製今天第二部副版 那我一樣我希望可以講得比較透徹給大家聽 那當然就是 不是在這個騙這個時場 反正大家就是看自己想要看的這個個股 那雖然我是覺得啦 因為 人家都說嘛 李小龍對不對 那這個經典名句就是不怕 對手就是有了千招萬招 只怕對手把一招練了 這個千萬 練了什麼 我也忘記他名言叫什麼啦 反正是說什麼 只怕對手把一招練了 1萬次 之類的 反正就是呢 我 雖然說我並不是說 非常非常厲害 但是我覺得至少一定水準 就是我知道 今天 自己下單 進場到底是什麼 為了什麼 那 是為了要賺什麼 然後哪邊做停損 對所以說 還是希望 如果說你覺得你很想很想練 而且非常喜歡主動選股 當然我就是講 如果說你真的沒辦法的話 就是去0050 隨便去這個書局面買一本什麼所謂的存股啊 0050啊 幫我賺進 年賺進四千萬一千萬的這種書 都可以 對因為他就是一個比較簡單一點的投資 也是適合大部分人 那如果說你想要挑戰這個市場 那你就是主動選股 你要學的東西 很多 我自己都覺得我自己還沒有學完 我上禮拜呢 也在學習 每個禮拜都在學習 對 有時候在懶惰一下啊 可能就是 手上有一些賺錢 但十一月就基本上是比較空窗啊 因為十一月比較好賺一點 就是 看看看看 簡單看一下 基本上那個突破回撤姿勢可以做減少 然後就直接就賺錢 這比較簡單一點 對所以說 如果說你想要認真一點 是建議全部都看的 那當然如果說你沒有那麼想要認真 我只是想要看某一檔個股 那你就看你想要看的個股 那就好了 但我自己覺得 技術分析這種東西 見能見智啊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有用啊 那當然有一些人討厭 所謂的線線 因為他們會畫出 他們自己想要看的東西 但我也會 所以我今天還是保持在我 是一個比較偏中立的一個態度 所有的方法 有人都用得好 有人也用得很爛 然後 虧超多錢 所以說 如果說真的有想要在主動選股這一塊呢 有一些成就的話 是需要 搞不好 需要比我更多的時間 我今天看了29檔 我今天副版29檔 那你可能要看58檔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來吧 我們從這個大連大開始看 大連大這檔我蠻有印象的 因為我那時候我自己個人是講說我沒有到很喜歡 因為我抓的中軸 大致上是這兩個位置 大致上是這個 47.5到18 那主要我沒有興趣的原因 我有講 我講什麼 因為我講說我自己覺得他這邊拉上來呢 他到達這個下降區的位置只有9%啦 我覺得沒有很喜歡 那當然那時候分析的時候是在 我們看看什麼時候 在12月8號 12月8號其實行情還沒有進入到一個 這麼浮誇的 這麼下 這是 整理啦 但那時候我在 上禮拜 上禮拜天 上禮拜天的時候就說 欸 上禮拜天什麼時候 是在 上禮拜天是11號嗎 就說 我上禮拜的12到16號 主要會操作強勢股 因為 你也可以不操作 會減碼啦 真的 因為其實這個升息 CPI 還有他失誤這些東西 全部都出來了 然後也開獎了 反正呢現在就是這一個這週啦 應該是進入這一個 外資要去休息的一個階段 那我是不覺得這個 還會有什麼特別的 特別的拉盤 尤其是 他這應該算是蠻大的全職股啦 不然就是說他浮誇比較小 因為我們剛剛看了嘛 畫面中 這麼大一條 才9% 我沒有很喜歡 而且他只是 在做 這個 目標的調節 如果說他是這一段 那我就會有興趣 為什麼 這個應該不用問為什麼吧 他如果說這一段的話 代表他把這邊的下降區的格局給打掉 那我看到下一個位階 我看到下一個壓力 是不是 這個壓力過了之後 還有 可能 再 持續往上 而且 這一波如果說他是真正突破的話 大部分 大部分 可能真的是 有抓到一波這個起掌的話 他們就會逆勢一直往上去衝 因為他是一個突破的一個 突破盤啦 所以說 這邊的一個進行這樣的一個位階 雖然說他現在看起來好像還不錯啦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但是我自己個人就 興致缺缺啦 我自己是興致缺缺啦 我有跟大家 我剛才也是跟大家解釋過 那他之前這邊是真的確實做了一個 頭尖底 大家看一下 頭尖底 但是這邊有砸 砸下來啦 不過我們剛剛有去拉嘛 我剛剛原來就有放了 我去拉啦 他這邊如果說我們抓到3%的話 是不到的 從這邊開始抓的話 他3%是不到的 他是有跌下來的 所以 目前這個區塊是不是有機會去往上拉 還是有 還是有 他還是 有點算是做好像所謂的 破底翻的感覺 所謂的破底翻 當然他這個區域 我不曉得他是來撤哪邊啦 那我自己個人就花在這裡 對 這一根看起來像做一個破底翻 禮拜五這一根 那當然他這邊有穿下去 這邊有穿下去 所以我自己也沒有到非常大的一個想法 對不過我自己 就會跟我剛才講一樣 我不會去下單 我不會去下單 除非說他是這一層 這一層我就有興趣 這一層的10%我會想賺 因為可能後面還有20%30%可以去賺 嗯 好那我們就看下一檔吧 我們看下聖打 聖打今天呢 聖打還是 我們會員個股啦 對 就直接 擺明著講喔 當然我不確定他會不會成功 也不知道會不會失敗 那反正呢 今天又下來了 下來了 然後原本預計他會像我們上一部影片的耀聖一樣 耀聖是 做一個比較大維度的這個盤整 那 聖打是上去之後 下來 但是今天還沒跌破 所以代表說在尾盤的時候 在今天盤中的時候呢 還是有人在這個位置 達36塊這個地方去接 所以你說他跌破了嗎 看起來還沒有 那如果說他真的收盤收下來 真的收盤收下來 我還是會先看這個30曲線 如果說這個30曲線跌破的話 那可能就 有機會去反抽下來了 可能就做一個 這邊就會形成所謂的 假 突 破 假突 那可能就掉下一層 他可能就掉下一層 那目前還沒有啦 目前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 目前的感受就一樣 今天也是剛好到達第一天買的位置 對啊 就是36塊之稱 當然他拉遠來看的話 他如果說真的要往下跌 還是非常有機會跌到30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 他真的要跌 我覺得要安全一點 看他告大概28比較安全 28 我覺得28比較安全一點 28 對所以 這邊如果跌破的話 可能會有一波跌幅啊 疊下來這樣子 這地方跌下來 大致站這樣子吧 我不曉得他會跌 他目前還撐住啦 目前還撐住 那我會看到這個三層絕線的位置嗎 我們還要晶圓電子 OK那 晶圓電子之前呢 大家看一下喔 如果這是做一個形態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會發現說 之前這裡不是有跌破了這個 呃 大的 大的三角收斂嗎 那 怎麼長回來了 對 所以我才要提醒大家 做空容易嗎 不容易啦 不容易啦 有可能失敗的時候啦 因為蠻多都在這個11月 這一波強勢大反彈 這個是在 歷史上面 大家如果說你有常在聽 看一些節目 或是聽一些節目的話 他們都會說在歷史上 也不太常見啦 11月的這個大 大扭喔 這個反彈的點 也不常見啦 所以 你如果說在這個地方呢 你去做空 我覺得蠻合適的 我覺得蠻合理的 因為 以一個 呃 應該說把這個機率分散出去 有10檔 在 這10檔呢 在不同時刻 我不是在同一個時刻 在不同時刻 遇到這個大級別的 三角收斂的跌破 你去做空 我相信勝率還是高的啦 我相信他的報酬 還是大的啦 對 這是我目前想要講的 因為那時候呢 在這下跌階段的時候 我們會員呢 就蠻多說要出這個 那個看空的啊 看看跌的個股啊 什麼之類的 那我不是有發 但是我強調 因為那時候 他這邊這一坨喔 這一坨這個 這一坨K線 就是跟我們大盤幾乎一模一樣 大家看一下喔 我們大盤這邊還切著 一模一樣喔 只是呈現一個 有點跌不太下去 一個下切形 小小的下切形態的一個 一個感受啦 這邊的情況是這樣子 對 所以說那時候我有講 如果你要做空的話 你還是要記住那個風險 是在那邊 對 所以你看喔 欸 還是失敗了吧 所以說你覺得做空容易嗎 我覺得做空不易啦 你不要覺得太簡單啦 我不要覺得很簡單啦 只是非常錯誤的喔 好看一下 那目前的一個情況 他雖然是不斷的往上漲嘛 但是我自己目前看他 我是沒有看到什麼 應該說他之前線比較亂一點 大家有眼睛應該看得出來 景仙在哪一個 對就是曾經的大概33 33.5 34這邊附近 所以 他現在不斷往上爬的這一層呢 我還是不會覺得他是 呃 所謂的強勢股啊 因為 主要我也抓不出他的那個 支撐在哪裡啊 我大張是抓這裡啊 不過沒有經過測試 要經過測試啊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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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去 喔 不過大家看一下他趴數 8趴而已喔 所以 我應該選擇PASS啦 對啊 我就看不懂 我們要跟頂 看一下吧 跟頂那時候 就說他這邊有撐住嘛 整幾天今天跌破了 所以 再往下跌 差不多啦 這個地方跌破應該差不多就要做停損了 差不多要做停損了 所以 基本上我看一下他怎麼走 全刪了吧 這邊這個價格 這裡 差不多 他是 這裡 他還是怎樣 他好像是被禦龍給搭上去吧 那時候被禦龍給搭上去 這線有點歪喔 所以呢 他現在 會不會 這根跌破嘛 就 蠻適合去做空的 我自己個人覺得啦 他到底要不要空就看自己 那他 沒有 好像應該是沒期貨吧 等下沒有期貨 所以 這個地方應該蠻適合做空 有可能會 直接跌跌跌跌跌跌跌到這個地方來 當然他會不會在那邊進行破敵犯 這也是有可能 所以 你就要把他仿造成說 你還是要把他當作是 你做多的那種想法 來來做單 我覺得會比較合適一點 那我們來稍微計算一下 他如果說真的空下來的話 會有到多少 總共會有個 26% 然後停損應該抓這個地方沒有什麼問題 抓這根上緣吧 25.5 突破了就走 4% 所以說整個盈虧比是5.86% 應該還不錯 那就看他有沒有機會在持續往下跌 然後去灌破 灌破前面那個敵點 最主要是灌破前面這個敵點 那他現在是第一波滿足 第一波滿足應該會持續卡在這裡 那應該是不會跌那麼 快 除非說盤勢再持續差一點 第二波在這裡 感覺是可以先抓到第一波啦 支撐這個地方搞不好還可以反手做多 對啊 目前是看跌 目前是看跌 我們把線上去畫一下 看看 有沒有發現其他的東西 應該不用看 就這樣 我們要大江 哇 大江怎麼熟了這麼漂亮啊 哇 是怎樣 但是啦 還是先提醒一下 就是 還是看過蠻多 應該說 這裡我要講什麼 這裡我應該要講說就是 可能只能 勇敢下單 他 沒下單就沒機會 因為我看過很多就是 在這一波這樣子小反彈 他第一次回撤就有用 真的是第一次回撤就有用 那 再下來一次 可能就沒有了 可能就不會太好 因為他 你看喔 你看他格局是這樣 上去 下來 上去 今天假設上去又要下來的話 那上去 再下來 這邊行程站上去收斂 不好啦 不好啦 所以說 如果說你幸運的 你那時候有在看我復盤 這應該是蠻久之前有講過一波 在上禮拜還是上上禮拜的時候講 我記得很清楚 12月12號講的 應該在這一根啦 在 在這一根 我記得在更早之前有講過 對啦 12月9號啦 12月9號 我記得大概是這一根 這一根 這一根的位置有講過 喔這一根啦 這一根 對我在更早的位置有講 然後說他回來撤這邊是好的 然後你看他確實有往上走 但是 你講真的啦 上禮拜 我的話我應該也不會走 我應該也不會走 因為我 我對於他 我沒有特別的 愛好喜好 那 籌碼方面呢 他算是籌碼也灌進來 算是籌碼也灌進來 但他灌的位置是灌在這個 最高點 我不是灌他這一根 那灌他這一根的話 可能我還比較有信心 12月5號 他是灌他各一根 各一根這個往上漲 在12月6號這個地方 那如果灌他這一根的話 我覺得這個 底呢 應該就是很多人 會一起看的一塊支撐 對所以說 如果說你像手上有的話 那當然恭喜啦 我是不曉得他 有沒有機會啦 不過他反彈到高點這個位置 你看這個11%要不要先走 還是說你要拉他高一點 也可以啦 因為這邊只是 很簡單抓他的缺孔 那個位置而已 對 他有可能掌到他那個高點 所以 目前的 看法 就是這樣 那我一樣 沒辦法告訴大家說 這地方到底會不會撐住 對因為他也沒有什麼心態 所以就自己 考慮看看吧 這應該沒有什麼 其他的想法了 他沒什麼其他的想法 他也有可能在這邊 做一個 三角收斂啊 對不對 然後 三角收斂突破啊 你可以再去看啊 對不對 如果他是有一個形態的話 的 突破 你再去看 我覺得也不遲啦 對啊 然後還有勇日喔 勇日這檔是 我們這個會員各國 然後在禮拜五也下來回撤 然後今天往上漲 那當然禮拜五 這根他沒有跌到最底下 那時候我們是抓大概 36 他絕機是36.1 所以說有 有抓到的人呢 哇 恭喜 恭喜 也直接賺了10% 直接賺了10% 那他這個就是 今天這個 上漲的 就是這個 原物料 這檔是在 他突破這根獎的吧 看下怎麼做這樣 應該是在 上禮拜三啦 上禮拜三是在 14號獎的 14號 這一天獎的啦 14號獎的 然後 對然後禮拜五回來撤 今天就往上漲 所以 這個是會員問的 所以應該是 有人做吧 有做到要攻擊啊 如果做到他也有10%左右啦 10%左右 所以就 恭喜恭喜 然後 一樣啦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他 遺憾在這裡 所以你要我講什麼 我沒辦法講什麼 我建議就是10%先走 再來看有沒有覺得 再回來這個 爆大量這個位置 賺他個25% 對不對 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 他省準 看一下 那省準的部分 目前我 整體的看法 我還是 先看他是一個 上升格局啦 不過 上升的這個通道 然後拉到左側高點 有機會往下走的 這樣的一個格局 因為他是感覺是走一個階梯式的 這樣往上漲 那他的這一根呢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他就是 我不曉得他前面的 這個壓力到底是哪裡 假設我們就直接先抓 244.5的話 那我們就把他移下來 244.5 然後我們抓245好了 25好了 所以說 那時候自己有抓 我剛把他刪掉這個東西 我剛自己有抓啦 我是抓 抓說他如果上漲的話 利潤到多少 那時候我就想說要不要 考慮要不要專去會員個股 但是我就看到他這個上飄期 我就沒有很喜歡 我就沒有很喜歡 所以 結果那時候就算了 那今天是又往上漲 所以說代表說今天有人又進來 在上禮拜五的時候他是 跳空開滴 今天又有人進來 所以他的支撐可能就真的是在這一塊吧 然後看他三陣虛弱線能不能夠 再持續把他大安去吧 因為 我也不曉得他會怎麼走啦 那我沒有很看空他 因為 他要跌破 跌破 才能夠看空 他如果持續再撞 撞 撞 都有可能 真的都有可能 所以 不要去輕易去看空他 除非說他跌破這個三陣虛弱線 再去看空他 我覺得還來得及 所以目前的格局就是 這樣子吼 不上不下 他的支撐一些結構 已經不是說突破一層 然後可以去做 突破一層可以做 他整體可能就比較 主力比較偏看他的 上升通道 不是說一個大上挑起 不過應該講上升通道 應該就是我們常看的 左邊一個尖頭 右邊拉上來 最終下跌的格局 這樣子 放大版 放大版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說他只卡到一半的話 那他就是一個頭肩底 但是他上去了 所以他不是 是 我們看他龍城 OK 我們看他龍城 龍城是 罩子 OK看一下吧 那龍城 我忘記那時候說什麼了 反正呢 他是 這個位置 他這個位置是 做了一個 現在 我現在看起來 他是做了這樣子 喔 打一個底部的上升三角形的結構 然後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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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上升曲線 是否又反彈上去 是 但如果你去追的話 你就傻了 所以今天又殺下來 最終這個位置 看能不能夠守住了 看能不能守住了 所以 他如果說 我們這邊多跌的部分 把它跌出去 這個點 這個點如果跌破 明天的話 是在 15.25 如果說收盤 跌破了大概到 15塊 之類的 我是說跌破這點低點 應該不用跌破的低點 收盤收下來 他低點是這個多少 15.1 如果收盤跌破的話 那他就 白白了 不過 不會那麼早說他 白白掉 因為他有可能又往上走 又撐住往上走 但這個機率是較小的 機率是較小的 我只能說機率是較小的 所以 大家自己看著辦法 因為我覺得他 沒有到 非常的好啦 然後 他這一根 反彈的感覺真的是 來反彈到這個 下降曲線就往下打 所以 你拉遠看嘛 拉遠看的話 你可以發現說他其實就是在做一個 大區間的盤整 那大區間的盤整呢 我自己個人都建議 要嘛那時候 還不錯的時候 還可以在這個位置去做單 那 就是我剛圈起來這裡 要嘛就14.5 考慮 或他突破 這邊是比較有效的這個 這個位置 但 有的話 這邊去跌破 破底 翻回來 這個點 會非常的好 打個勾 如果他能夠破底 翻回來的話 我覺得這街多 比較會勝利 這個地方我就 沒有興趣了 不會看多 不做多也不做空 因為難 沒有什麼利潤 沒有利潤 我們要補安 補安也是我們曾經的會員個股 那他說抓比較簡單一點是 突破這一層 警線 突破這一層警線 然後要去做單 但是 基本上他後來也沒有跌到下來 也只能沿著三星區線做操作 那在 我忘記什麼時候復盤過 我們看一下 上禮拜幾 上禮拜 12月13號 看一下12月13號 12月13號 是在 這一根 他突破這一根 那 他的這個壓力呢 劃得還蠻準的吧 24塊 算準吧 如果 我沒記錯的話 我不曉得什麼時候 忘了啦 我晃了什麼話 那如果說是在13號那天 節目裡面劃 那應該蠻準的 因為打到這下來 打到這下來 對 我不曉得是不是啦 那現在呢 下來可以看的支撐是21塊 就 差不多21塊 那可不可以去做單啦 我自己覺得 可以考慮看看啦 可以考慮看看 他在我心目中算是 算強勢的 算強勢 所以 這邊這個位置呢 可以考慮做單看看 那就是 看有沒有機會啦 那我們就拉到這裡的地方啦 這樣子吧 差不多這樣子 對 沒了 應該沒有什麼形態吧 W嗎 看月的話應該是大W 有這麼漂亮就好了 看月 看月限級別的話 是一個W啦 那我們來計算一下他有可能 真的是W的話 但是 如果說他有現在要回來撤啦 我現在要回來撤的話 應該比較有機會是 這樣子 沒關係我們就 畫好看嘛對不對 畫個夢給大家 看有沒有機會啦 我自己也不曉得啦 如果說他真的要抓一個滿足點 是有機會長到 差不多這個點 28 還是到29.5 這樣子 那自己看看吧 自己看著辦 看有沒有機會 他這個地方必須守住啦 21塊這邊 所以這個地方確實是一個多方的一個回測 一個回彩的買點 大家自己就 錄刻錄刻齁 大家自己就參考看 我們看祥明最後檔 OK看一下吧 祥明我忘記什麼時候講的 剛 剛妙一眼他是 12月14號 看像12月14號 上禮拜幾 12月14號是這根上去啦 後來今天疊回來 那 他的 格局上呢 也是呈現一個比較 不好的一個位置 怎麼說 因為他上去 下來的第一次的回測 他沒辦法再上去嘛 要嘛就打平嘛 然後下來 這是一個區間盤 那他是 選擇在 我要刪掉 他是怎樣 比較安全一點的做法是什麼 比較安全的做法當然是他回來 第一次回測 這邊坐進場 然後呢 他這個地方要上去 現在呢他 沒有上去 上去到一半就玩下來 所以他的格局是這樣子 大家懂意思嗎 他的這個格局是 做了一個三角 狩獵 所以說這地方有考慮嗎 我覺得 看自己啦 如果 你有一些 像我們剛剛普安講的嘛 那 祥敏跟普安的話 我會等普安啦 這是很簡單 一個概念給大家 我會等普安啦 那 看他這個下降的這個 三角收斂會不會結束啦 因為他在格局裡面就算是一個 比較不好的 這樣子 可能會往下 所以大家關注一下這個 支撐吧 這個支撐呢 還是有一些概念 我自己個人需要學 那我自己還覺得說 還沒辦法學得我 沒辦法把一些 可能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位置 我是比較偏看點 但是 其實也有漲上去的嘛 也有嘛 我現在腦袋中就有兩檔 好像是寶靈負景跟金瑞 我猜給大家看 我記得那時候都是 都是做這個 類似像三角收斂 然後最後還是突破了 我腦袋中還是有 像這個 對不對 他沒有回撤到這個地方啦 他沒有回撤到這個地方 是第一波而已啦 所以那時候也有call call in喔 那時候會員個股就說 這個地方第一次回來 最有機會啦 那這檔先pass 是寶靈負景還是哪一檔 我有忘記了 這都是會員個股 之前的 那 喔對對對 這裡 這個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是啊 對不對 他也是這樣子啊 然後呢 所以說最好的點是 然後這樣一波 兩波 下來踩 打勾 符合 讚 但是這個地方我沒有下 因為那天這個 台湾生技點停板 那我自己個人是怕有影響 所以那時候看到他價格在那邊混的時候 完全沒有尊賞 對 也是啦 有時候怕 你就沒有得到這個 報酬 那你就像你不怕啦 你有可能會虧損 所以就放水流吧 掰掰 反正呢 最好的格局就是 不會是這個點 是這個點 我覺得好 當然他 如果說出現在生技裡面 我會 可能會覺得說 可能是在拉生技 那我覺得 他的突破的點 什麼的都蠻漂亮的 像剛剛祥敏就沒有到那麼漂亮 為什麼 因為 最後看一下 最後就Ending了 講得很累 好像沒有漂亮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看一下吧 其實好像也不算沒有漂亮啦 只是他前面有這一根 我很討厭而已啦 呵呵 對 個人 個人觀點啦 個人觀點 那 當然有可能這邊做單然後 欸 就像寶靈附近一樣 然後往上走 都可以啦 都可以 對 所以就 自己參考看看吧 那已經 這一檔啦 對於我來說已經 比起很多檔個股來說 更好了啦 更好 只是說 在現在的這種比較 偏不穩的格局裡面的話 那你能夠去篩選篩選篩選出 最值得做單的 做多單的個股 當然就是選擇他 那可能 有兩檔嘛 那一檔是我剛剛講的 像剛剛寶靈附近那 那波那麼高 再下來的話 當然是挑寶靈附近 我也會挑他 雖然我覺得 他現在目前在我心目中 他也是 呃 呈現在支撐 支撐這個位置 對 反正總規矩啦 下單就一樣就看個了 只要知道自己 可能會輸在哪邊 那 知道自己贏在哪裡 就好了 我們這部影片到這邊 待會再來 錄第三部副版片 謝謝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嗯 請在前面